是委员刚刚你也提到了 这是大陆媒体最新的报道 说大陆交易今天开始就会启动 台湾海峡中北部的联合巡航行动 所以就像委员刚刚讲 他不可能不反应 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让你台湾知道 就是你跟这个麦卡锡 你的总统跟麦卡锡见面 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能接受的 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委员刚刚的评估是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的国军需要战备吗 因为之前的消息传出来是说 我们的国军在清明廉价 是这个照常休假的 那委员你怎么看 就是说我们的总统出访了 然后同时有可能在美国 有一些这个比较很敏感的一些见面 但是中国大陆的 也可能有一些军事的威胁 但是我们的国军 他是在正常休假的一个情况 委员你觉得 这个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讲 我们会不会有点怕怕的 我想应该不至于的 我们的飞机应该也会加强 在台海周遭上空的这样一个巡逻 我们的军舰应该也会去加强巡逻 因为呢你难保中国大陆的军舰或飞机 会进入我们所谓的临界区 甚至会向临海迫近 这个可能性不高 但是如果发生了呢 如果发生了我们的军舰 我们的飞机都完全没有做回应的话 那这个大概百姓也不会 也会不满意 也会有所批判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战机也好 战舰也好 应该还是会保持一种冷静的这样一个状态 不会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军机或军舰 过分的接近 但是如果他们进入所谓的临界区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军舰应该会做一些 劝离的动作 不管说强制什么驱离 这个在国际上用很多驱离的动作 其实你怎么驱离 你就是叫对方离开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概会这样处理 所以我觉得台湾一样 如果中国大陆军事动作做出来 比如像联合巡航 而我方完全还是休假了 这样休假 然后好像当做没有一件事发生的话 这个可能也会被责备 所以我觉得双方但是都有所克制 要求克制的力量是来自美国 美国不希望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节外生质的问题 然后引起台海的骚动 然后甚至发生 这个非预期的这样一个军事的摩擦 我觉得美国是在竭力避免这件事情 是委员 这个除了美国就是拜登政府本身 他跟中国大陆一定有很密切的沟通 针对这次蔡英文这个过境美国的事情 那另外在共和党的部分你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共和党说川普还想要再选总统嘛 但是川普搞了一大堆丑闻 现在要上这个法院 还有官司 所以是不是在共和党的部分就希望说 我跟这个台湾方面 好好的这个来做朋友 然后把这个新闻的焦点把它引开 借这件事情帮共和党来加分 你觉得共和党在这个当中 共和党有任何的盘算吗 我觉得共和党 如果有能力让中国大陆做出非常非常强烈的回应 采取军事的动作做回应 而且做得比去年八月还大 那就会成为美国的对外的事物的一个重大的 一个事件 会吸引美国跟很多国家的注意 还有对中国大陆的责备 但是这件事情跟川普被起诉这两件事情 基本上一定要切开的 因为川普这件事情够大了 是美国总统这么多年了 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是没有一位总统是这样子的 自己走到整个法庭等于是自首 然后要接受几十件的这样一个刑事的 这样一个案件的这样一个指控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 台湾除非真的是爆发了所谓的军事的摩擦 军事的冲突 否则你说要去掩盖川普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容易 这个不可能做得到 那共和党自己现在心里 其实非常矛盾跟痛苦的 一方面他们觉得他们必须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垮了 共和党会重创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知道 这个案件继续发展下去 川普主要是有可能会赢得共和党的提名的 但是到了大选要选上的机会 可能几乎是零了 所以而且还会影响到要选举的州长们 还有这个所谓的参议员的选举 中院的选举 所以其实美国共和党这阵子的运势不是非常好 而且这个事已经发生好一阵子了 各位想想看 麦卡奇有可能到台湾来 他刚当上众议院的院长 共和党内部事情其实是非常多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派系 然后跟行政部门的斗争也很激烈 麦卡奇哪有时间来 佩洛西去年的8月到台湾来 因为美国的8月是整个参议院跟中院 一整个月在休会 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 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平静 美国国内政治没有像现在这么粉乱 这么激烈的 那所以麦卡奇其实就某点来讲 拜登政府是不希望他到台湾来 把事情闹大 第二个其实麦卡奇本身 他本人他的政党所面临的困境 也是很大的 所以因为麦卡奇现在最重要的是 在选议长的时候 他对自己共和党的这种助缘 有做了不同的派系 或者不同的个人 做了不少的承诺 这些承诺要对意义要兑现的话 对共和党来讲也是一个大乱 也是一个会引起内部很大的争论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麦卡奇其实这是真的 你说要他来大概 思愿问也是来不了的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呢 蔡英文总统在过境美国的行程当中 大概就是跟麦卡奇见面这件事情 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其他行程 原本他说的都被取消了嘛 很多都没有办法公开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见有没有讲 甚至现在这个好像雷根图书馆的演讲 似乎好像听说也好可能会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接下来呢就是 蔡英文在加州的这个行程 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那当然现在大陆如果要在这个台海附近巡航 刚才跟委员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说 他住在台南机场的旁边 他说他听到这个军机一直在骑降 所以可能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防范的一些动作开始产生了 那就是希望不要擦枪走火啦 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平平安安的啦 把这件事情就是互相表态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啦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就是林玉方委员 就是特别很忙碌当中 抽空了这个20分钟 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相关这个美中台之间 这个三方的一些一些关系 一些这些敏感的这些 一些这些角力的问题啦 谢谢玉方委员 谢谢你咯 祝你再去愉快再见 拜拜 拜拜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inte萌湖福岚